大家好,歡迎收聽安部足球快訊 在週四的下午,2023至2024亞洲足協盃區域決賽開打 麥克阿瑟FC與中岸水手上演奧積內戰,前者為主場 兩隊實力與近方接近,而且晉級歷程都是順風順水 大家未有必勝對手的把握 今次交戰,雙方在法定時間內打和不足為棋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上將對陣威林頓鳳凰、麥克阿瑟FC在兩球落後的艱難情況下 險攜攀平比分,可惜最終未能完成,以1比2不敵對手 後者都終結了近百場各項賽事不敗的紀錄,士氣遭受打擊 和顧今屆亞洲足協盃的晉級歷程 麥克阿瑟FC表現出色 小組賽錄得五勝一虎,小組投名出線 其中進攻火力全開,一共攻入23球之多 到了區域準決賽對陣沙巴 貧值著邀達維拉和迪達祖伊的入球 最終麥克阿瑟FC輕鬆三球大勝對手晉級 就算區域決賽對手中岸水走實力不足 但今號助陣主場,相信麥克阿瑟FC依然會高舉進攻的大棋 與主隊麥克阿瑟FC相比,中岸水守今季整體發揮不枉多樣 後者聯賽排名更是壓過前者,感得益於中岸水守防守優於麥克阿瑟FC 回到今屆亞洲足協杯,中岸水守小組樂賽錄得四勝一和一虎,值13分 以一分優勢力壓登加留以小組投名出線 區域準決賽更是4比0戰勝金邊王冠 來到區域決賽對陣同聯賽的麥克阿瑟FC 中岸水守真正遇到考驗,畢竟兩隊實力接近 而且中岸水守今次作客出戰,由此可見 他們立足於防守在時機攻出去更是為理想的戰術安排 多謝收聽,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bye bye